香港警方在8月31日晚19点30发布消息称 有激进暴力示威者于轩泥师到警察总部附近纵火 破坏公务、绝砖及架起路障 严重威胁市民和在场人士的人身安全 警方在现场进行驱散行动 目前警察总部的火势已被扑灭 警方警告示威者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对示威者一切暴力行为予以严厉谴责 8月31日晚香港警方出动水炮车 在轩泥师到附近驱散示威者 水炮车一度发射蓝色水柱 多名示威者被拘捕 31日20点30左右 香港警方在铜锣湾一带释放催泪瓦斯驱散示威者 31日20点40左右 水炮车抵达铜锣湾 示威者与警方持续对峙 示威者多次扔出汽油弹 有的示威者手持砖头 31日20点45左右 示威者在铜锣湾附近堆砌杂物并纵火 31日21时左右 有示威者堵塞尖沙嘴迷蹲到近百利购物大道行车线 造成交通严重阻塞 尖沙嘴警署报案是暂停服务 警方警告示威者立刻停止违法行为及尽快离开 香港警方于8月31日21点59发布消息称 激进暴力示威者在尖沙嘴迷蹲到纵火及投掷汽油弹 危害在场人士和警务人员的人身安全 警方使用相应武力驱散 警告示威者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及离去 警方提醒附近一带市民留意情况 如有需要尽量留在室内安全地方并关好窗户 31日晚 部分激进示威者在港铁望角站大肆破坏毁坏多个设施 警方在现场展开抓捕行动至少拘捕一人 31日晚23时22分至9月1日凌晨 港铁陆续发布提示称 由于关塘县 全湾县 南港岛县 港岛县及江军澳县有多个车站受滋饶 设施遭破坏 基于安全考虑以及发生多宗列车车门受阻的事件 关塘县 全湾县 南港岛县 港岛县及江军澳县列车服务暂停 香港警方在9月1日凌晨00点26发布消息称 有示威者在望角警署外聚集 望角警署报案室现已暂停服务 警方呼吁在场示威者立即离开 以免影响警方为市民提供的紧急服务 市民如有紧急事故 请致电999 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于凯军 今日凌晨30时15分召开记者会 警方表示 昨日下午一时的集会是一个未经批准的集结 之后有参加者向金钟方向前往 不少人占据多条主干道 令港岛交通接近瘫痪 于凯军指出 有大批激进示威者昨日四处破坏 设置路障 简断交通灯讯号 有激进示威者向警察政府实行液体 捎穿同事衣物 到下午五十半开始 示威者向立法会 政府总部 警察总部制汽油弹 也有人在高架桥上 向下面的警员制汽油弹 警方表示 晚上有人在轩泥湿道 将球场看台架和杂物混合焚烧 火光熊熊 更传出两次爆炸声 火焰一度高至行人天桥 火势横跨两边行车线 触及建筑物 之后警方将人群驱散至重光百货时 示威者在向警方投掷汽油弹 香港警方在今日凌晨的通报中披露 昨日中午 警方在铜锣湾一间酒店房间 捡获一批头盔 装甲 防毒口罩等装备 及超过四万元现金 以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拘捕三名男子 另外 警方在西环也拘捕六男二女共八人 捡获通取水 油漆 斧头 电动棒球发射器 还有大量假记者证 警方通报 昨晚在港铁太子战共拘捕40人 罪名包括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形势毁坏 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等 呼吁受习市民向警方报案 警方表示 有信心和能力将违法人士缉纳归案 呼吁和平理性市民与暴力划清界限 令香港重回正轨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